说到6月11号 12号两天呢 这次林俊杰即将再度登上香港红馆的舞台 虽然说呢 只是这两天的时间 但是他前来的这个演唱会的嘉宾呢 却各个都是大牌 非常的不得了 是谁呢 大家已经从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中看到了 张学友啊 来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身蓝色亮片西装登场 自从拿下金曲歌王 这次林俊杰真是越来越有天王的架势了 即将二度站上香港红刊舞台 开唱了他 为演唱会可谓做足了准备 这次演唱会呢 尤其是这个改版 其实蛮高难度 对我自己来说 歌曲的难度蛮高的 所以我希望把最好的集中在这两个场上面 去年底发行了新专辑新地球 演唱会上的新歌绝对少不了 而在嘉宾方面也有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新人选 我最想请张学友啊 因为他一直都是我的舞相 然后像他帮我签一张专辑 我就已经非常的开心了 搞半天原来JJ是来追星啊 说起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出现在 这些演唱会上的明星嘉宾们 还真是个个很有看点 要不就是天后级师姐蔡依林来砸场 他今天有话 你在说谁啊 你不要看我的话 我听说他好像有话 他就是提笔 然后就是提笔莫名被表白 我永远爱你 我会继续证明 爱可以克服一切 要不就是好兄弟林志颖 拖家带口上台 六岁的小Kimi一秒悬兵多主 我是Kimi 这个周末马上要唱到上海的他 干脆又请来了最近人气飙升的新人王 李荣昊助阵 我蛮看好我跟李荣昊这次在上海 要合作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以来期待一下 不管是天后还是歌神 新人王还是人气王 总之我们的金曲歌王都没再怕的 对自己的实力和人气 那叫一个超自信啊 娱乐新年地小编申请当嘉宾 香港采访不到 是的 这样只能证明是 其实他在这个娱乐圈的人员非常好 对不对